哈喽大家好 我是方哥 今天我要和房事物到这个村上来买这个鸭子 他说买几只回去过年做那个做拉鸭子 嗯 做腌鸭子 腌鸭 哦 现在到这里了 就是这个糖里面的鸭 好多 他们要买这个鸭子这个鸭他吃的是吧 这个鸭子吃了一个小小小的 嗯 就是这种啊 在腌糖里面 我现在去找那个 养鸭子的人啊 他说我说他喂了一百多只啊 你喂个好多个鸭鸭 你背着过 哦呀 去看一下后面这个啊 现在只有退而求其次啊 你就把手说上去 那种大的 好看 有点像天啊 眼前爪 眼前爪子 这鸭子好漂亮啊 估计好重 这鸭子 八九斤 八九斤 七个的可能就是 那六十多斤哦 一只要一个 五十斤 多一个 没得嘛 六斤 五斤多 五七哦 六斤多一个 四十斤 买了三颗蛋 七个鸭子 现在回去了啊 多了一斤啊 五十一斤 好钱 那边有费怪一斤 六十斤 七百五 那四多块一斤 那这个比普通鸭子 超过一点点 比普通鸭子 要少有点 这好吃是吧 防受真的是个吃货 一到过年就要办各种辣植品 好了现在我回去了